这么久,《星辰变》第五季终于迎来了正式定档,并且官宣会在12月26日开播,总级数由原来的12集,增加到了28集,也就是相当于做成了半年番。 从官方放出的定档预告来看,这一季围绕着秦宇在仙魔妖界的剧情展开,在秦宇飞仙魔妖界时,收下了徒弟柳寒书。 这个柳寒书可以说和秦宇同病相连,也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修炼,因此被族人视为废人,受到不少冷落和吸引。 好在遇到了秦宇,不仅帮他解决了修炼问题,而且还收他做了徒弟,但没有想到却招来了大祸。 柳寒书的家族在知道秦宇后,发现秦宇竟然是宇皇要找的人,而起因是为了夺取秦宇手中的万寿补。 逆阳先帝也是因为万寿补,被宇皇逼迫地逃往下界。 这么重要的宝贝,秦宇更不可能让宇皇得逞,于是便遭到了宇皇的追杀。 柳寒书也因此牺牲,风月星收徒的剧情不会太长, 更多的是与宇皇和血魔帝之间的剧情,其中包括躲避三十六军,毁掉宇皇和血魔帝的交易,最后与宇皇展开战斗等剧情。 这些打斗情节会非常精彩,秦宇也将在这段时间实力修炼到了九级先帝,成为了先魔妖界第一人。 此时的宇皇实力为八级前仙,虽然实力强快,但最终不是秦宇的对手。 被万寿婆里的乌兰一招秒杀,第五季的全部内容也就此结束了。 从第五季的几版定档预告来看,明显感觉到剧组的经费十分紧张, 无论是打作特效还是场景训练,都比前几季有失水准。 而且人物建模相较之前降低了不少质感,给人一种短文化的作举, 也让不少观众担心起星辰变第五季的质量,担心这部高质量IP会因此被毁。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预告来看,对比前几季经费降低了不少, 但这也仅仅只是发布的定档预告。 具体制作的如何,还是要等到第五季正式播出才能判断, 希望官方能够用心制作,不要辜负了漫迷朋友的长久等待。